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控结构物的位移情况 此工程包含高处及局限空间作业 施工现场踩人车分道 并管制现场施工人员资格 注意高风险作业防护 在场域设计及人员安全维护上 要能互相连贯 以达最高等级的安全需求 本工程把品持着安全先行的里面 先安全再施工 所以本工程从109年至今 无重大职业灾害 桥敦基础补强作业的目的 是为了将既有的基础增厚扩大 提高耐震系数 因本工程既有基础 临近台铁轨道 机具施作时 轨转半径可能侵入轨道范围 或误触高压电 因此 在施工上需要安全规划及防护 另外在铁路原先部分 除了设计了施工围灵 做第一层保护以外 我们也增加了三里的隔断网 及电子围灵防止人员及基础 升入了的铁路 影响铁路的安全 将交通建设纳入深探 永续及经验转转 是在共银的初心 行坐台湾的地标 为美好台湾共性行李 安全 安全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核心目标 成功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订阅